你好,我是安迪 前一段时间刚刚搬完家 那么之前拍视频的房间也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暂时就在这里拍一下 今天视频我们来说一个小行星撞击项目 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视频 介绍的是一个小行星撞击项目 名字叫双小行星改变轨道测试 简称DAC飞镖的意思 在当时这个项目才刚刚发射 后来经过近10个月的飞行 在2022年9月26日 这个探测器终于到达了它的目标 就在前两天我打开网页 开始搜索飞镖项目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探测器不知道从哪飞出来 然后就把我的屏幕撞完 那么今天的视频 我就来更新一下这个项目的最新情况 我们一起来仔细地看一看撞击的整个过程 恐龙之所以会灭绝 就是因为它们当初没有进行太空探索 假如它们当年有能力改变小行星的飞行轨道 那么今天坐在这里看视频的还不一定是谁 所以为了避免重蹈当年恐龙的覆辙 NASA就开启了一个主动撞击小行星 并且改变它飞行路线的计划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DAT计划 希望在未来有机会用这种方法 来阻止一场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灾难 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进行的第一个主动的行星防御计划 整个探测器体积并不是很大 就和一个自动贩卖机差不多 在结构上也并不是很复杂 动力的来源是一个可以伸缩的太阳能板 在进入太空以后 两个太阳能板会慢慢展开 每一个的长度是8.5米 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这种类型的太阳能板 在国际空间站上曾经也被使用过 但使用在深空飞行的探测器上 这还是第一次 DAT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探测器 在它的身上只携带了一个设备 它是一个高清晰度照相机 简称DACO 它在飞行过程中会不断地对目标提行拍照 导航系统就是根据这些照片 来确定探测器的位置 然后再把探测器慢慢地带到它的目标 它的目标是一个双小行星系统 两个小行星在围绕着彼此旋转 其中比较大的一颗叫Dedmos 在希腊语中是双胞胎的意思 它的直径大约是780米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卫星Demophus 它的体积比较小 直径大约是160米 就和一个足球场差不多 本次任务的目标就是要撞向这颗卫星 并且永久地改变它的飞行轨迹 但是要想成功完成这个任务 却并不容易 首先就是 这个双小行星距离地球非常远 在撞击的时候 距离地球大约1100万公里 而且探测器撞击的速度也非常快 每秒钟6公里 这个速度比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要快200倍 所以只要算一下就会知道 在地球上是没有办法实时控制这么快的探测器 撞击的过程必须由探测器自动完成 因为即使用光速 单程的通讯时间也需要38秒 而在撞击前的6公里也仅需要一秒钟时间 而且另外一个挑战就是 探测器并不知道这两个小行星具体长什么样子 因为它们两个不但体积比较小 而且也比较安 在地球上根本就看不清楚 所以探测器在飞向目标的拱中会不断地进行拍照 不断地辨识它们的位置还有外形 然后再根据这些照片调整飞行路线 在12月7日探测器打开了它最重要的设备 打扣相机 然后拍了这张照片 在这里的星星不是特别多 只能零零散散地看到几颗而已 然后在12月10日它又拍了这张照片 这里的星星明显比第一张多了很多 而且也包含了一个比较有名的星星 M38 但是一种疏散星团 当中又包含了很多非常亮的星星 它和地球的距离超过了4000光年 所以探测器就是像这样不断地拍摄照片 然后找出其中的目标 来和已知的目标目录像比对 从而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并且调整飞行路线 在5月25日 探测器把照相机对准了一颗非常亮的星星 名字叫Vegan 它和地球的距离是25光年 此时搭构相机已经不知不觉地拍摄了超过15万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22年7月27日 此时探测器已经飞行了接近8个月 它是由243张单独照片拼接而成 在这里已经可以看见它的目标Dedmos 但还是一个比较微弱的亮点 探测器就这样一边飞行一边拍照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9月25日 也就是撞击之前的24个小时 指挥中心对它进行了最后一次路线较正 从现在开始 它将完全依靠自己导航 直到撞向目标为止 探测器在最后的24个小时 不断地向目标靠近的空中 还是坚持持续不断地拍摄照片 然后马上把它们传送回地球 比如说这张照片拍摄距离是920公里 也是在撞击之前拍摄的最后一张 包含了两个小行星的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撞击之前11秒 距离是68公里 这也是最后一张完整地包含了这颗卫星的照片 而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距离已经达到了12公里 当时探测器的速度是每秒钟6公里 所以这张照片是在撞击之前的2秒钟拍摄 这张就是探测器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拍摄距离是6公里 也就是撞击之前的1秒钟 这张照片拍完以后只传送了一部分 还没来得及传送完成就已经撞上了小行星 虽然是有一点遗憾 但至少说明撞击是成功完成了 NASA利用探测器在撞击之前 大约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所拍摄的照片 制作成了一个真实的视频 但是它的速度要比真实情况快10倍 只有最后的6张照片是真实的速度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段来之不易的真实的太空视频 实际上在9月11日 也就是在撞击的15天之前 从探测器身上又分离出了一个小的探测器 用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拍摄撞击的整个过程 这几张照片就是由这个小探测器拍摄 当然除了探测器自身所携带的照片机之外 全世界各地的很多望远镜 也都对准了这个双小行星系统进行拍照 他们所拍到的照片也同样是非常精彩 首先就是哈勃望远镜 这其实也是它今年早就已经安排好的拍摄计划之一 所以哈勃望远镜在撞击之前就已经准备好 前后总共拍了45张照片 现在画面中所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三张 他们是在撞击之后的22分钟 5个小时还有8.2个小时分别拍摄 所以如果把这三张照片连在一起做成动画 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 在撞击以后大量的尘埃飞溅到了太空当中 小行星的亮度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另外一个参与拍摄的 就是刚刚发射不久的外卧望远镜 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他前后观察了5个小时时间 拍摄了10张照片 其中只有一张是在撞击之前 其余都是在撞击之后拍摄 那么同样是把这些照片连在一起 就变成了现在画面中所看到的动画 其中这张照片是拍摄于撞击之后的4个小时 如果把他和哈勃望远镜拍的照片对比的话 就会发现哈勃照片中的光是一个十字形状 外望远镜照片中的光是一个八根线的星芒形状 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光的演射造成 如果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视频 除了太空望远镜 地球上的很多望远镜也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这张照片是位于智利的望远镜在撞击两天以后拍摄 撞击的尘埃形成了一个非常长的尾巴 长度达到了1万公里 看起来就像一颗彗星一样 其实哈勃望远镜也拍到了类似彗星一样的形状 这张就是拍摄于10月8日 撞击到256个小时以后 另外一个参与拍摄的是小行星撞击早期预警系统 它的目标是要对小行星的撞击提前发出警告 这个系统每隔40秒就会对天空拍摄一张照片 然后把它们连在一起也拍摄到了撞击的过程 画面中的这个视频是来自于位于非洲的南非天文台 它拍到的撞击过程和小行星预警系统非常的类似 那么在完成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拍照以后 工作人员还需要继续收集数据 然后根据数据来判断出 本次撞击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 也就是撞击是否改变了小行星的一种轨迹 如果是成功的话 那么变化的幅度又有多大呢 其中一个用来收集数据的 就是在接近100年之前发现冥王星的望远镜 本次它的任务是观察整个小行星系统的亮度变化 观测所使用的方法就类似于Transit 也就是当一颗行星从它的母恒星前面穿过的时候 就会遮挡住一部分母恒星的光线 从而使它的亮度变暗 然后再根据这种变暗的规律 就可以计算出行星的旋转周期 那么根据类似的原理 小行星Dedemus和它的卫星都会反射太阳的光线 在撞击之后的一个星期 从地球上看 它们俩的旋转大约看起来就是这样 在每一个旋转周期当中 这颗卫星都会穿过Dedemus的阴影 然后再过大约半个旋转轨道 这颗卫星又会遮挡在Dedemus的前面 那么在现实当中 我们能够观测到的 就是这两个小行星的亮度总和 然后经过了大约两周的观测 根据这种亮度的变化 就绘制出了这张光度曲线 然后计算发现 这颗卫星的运行周期 从撞击之前的11小时55分钟 减少到了11小时23分钟 整整变慢了32分钟 除此以外 工作人员还利用了地面雷达系统 对卫星的位置进行了观测 在画面当中 左边是10月4日的观测结果 右边是10月9日的观测结果 在中间比较亮的线 就是小行星Dedemus 绿色代表的就是它的卫星 以及它在10月4日和10月9日的真实位置 椭圆形就是它的运行轨迹 而蓝色代表的是 如果撞击没有发生 这个卫星应该所在的位置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见 撞击明显地影响了卫星的运行周期 其实当初在项目的设计阶段 根据撞击的速度 还有整个小行星的质量计算 如果撞击能够使卫星的运行周期 减少73秒以上 那么任务就算是成功了 那么32分钟已经超过了 这个最低标准25倍 所以本次撞击不但是成功了 而且还远远地超过了预期 整个项目到这里 其实还并没有结束 为了收集本次撞击更准确的数据 欧洲太空局计划在2024年10月 发射一颗探测器 名字叫Hair 估计会在2026年12月到达这里 它首先会对撞击坑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观测 比如说撞击坑的深度还有纸巾 然后它会对整个系统进行更准确的测量 包括它们的重量 体积 密度 还有组成物质 从而计算出本次撞击更详细的数据 那关于小情形撞击项目 我们先说到这儿 不知道如果恐龙有机会看见这个视频的话 会做何感想 可以发挥想象力 在评论区留言 我可以先来猜一下 我猜恐龙可能会说 谁说我们是因为小情形撞击而灭绝 其实我们是因为 争夺领土相互残杀而消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